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從駐日外交官蘇吉成親身事件 來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假新聞這麼多 以及我們到底該如何打擊假新聞吧! 9 月初,燕子颱風襲擊日本造成關係機場封鎖 有媒體報導,台灣的駐日官員 並未積極協助旅客脫困,而且態度惡劣 許多民眾和旅客就依據這些不實的報導和指控 嚴重抨擊台灣的外交人員辦事不利 並引發一連串的輿論跟檢討聲浪 讓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吉成承擔了相當大的壓力 最後疑似就因此上吊自殺 這個事件牽涉到的問題非常廣泛 如果每個層面都要深入討論的話一定會講不完 所以我們今天會把焦點放在假新聞這件事上 究竟蘇吉成是不是因為假新聞而死 這可能很難矩陣了 但假新聞可以引發巨大的輿論 甚至影響真實世界的秩序,卻是不爭的事實 可想而知,是在選舉期間超多 而且不只是台灣而已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 俄國大量製造對希拉蕊不利的假新聞 嚴重打擊他的形象 間接的造成了川普的當選 那現在握有大權的川普也常常會說 那些批評他的媒體都是假新聞 到底什麼是假新聞呢? 以下我們粗略分成兩種 第一個定義是經過刻意安排或捏造 內容也不符合事實的訊息 我們簡稱虛假訊息 英文叫做Disinformation 這些新聞是因為某些特別的目的 而被別人製造出來的 有可能是為了賺取流量、賺錢 或是抹黑特定的人士 此外,有另外一種新聞 它可能是因為查證不周 對訊息的來源詮釋錯誤 或是在某個產製的環節中 因為無心的失誤 最後弄出了一個不符合事實的訊息 這種的我們稱之為錯誤訊息 英文是misinformation 做出這樣的新聞,基本上就是一場災難 儘管它不是刻意的作假 但結果仍然是不正確的 所以下場一樣是會消耗大眾的信任感 浪費社會資源 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樣的好處 在這個社交跟通訊軟體都超級發達 而且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 正好就是假新聞泛濫的溫創 於是有人開始 系統性的大量製造毫無根據的文章 他們大致會有幾種走向 1. 興起有趣 2. 創造恐慌 3. 傳遞仇恨 相對於真實新聞給人的信任、悲傷、喜悅的情緒 假新聞所帶來的驚訝、恐慌、反感 更容易讓人有轉發、衝動 有心人士正是抓準這樣的心理弱點 量產各種不實訊息 吸引大量點閱 藉此賺取廣告收益 或是攻擊政治對手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今年初發表了一個研究 支持這樣的觀點 研究結果發現 謠言傳遞的速度幾乎是真相的六倍 在各類別的謠言當中,政治假新聞的差距是最大的 研究人員認為 雖然網路發達讓傳遞假新聞變得更方便 但真正的原因其實是來自於人的心理問題 那麼,到底為什麼人會對這些假新聞拿以抗拒? 什麼樣的人又特別喜歡相信假新聞? 又是誰最喜歡傳遞這些資訊呢? 除了剛剛說過的假新聞可能更有魅力之外 資訊恐慌 以及曾在2016年榮登牛津字典年度詞彙的後真相 這兩個概念或許可以給出一些不同的解釋觀點 資訊恐慌可能是錯失恐懼症的一種 就像我們之前曾多次提到的 相對剝奪感跟損失規避 只要別人有了東西自己沒有 就會覺得自己被剝奪,產生心理不平衡 有些人對於失去錯過的情緒特別敏感 而且總覺得別人經歷過的事情都比自己有意義 為了不要跟世界脫節 所以有事沒事就要滑一下手機 看看LINE、Instagram、Facebook 然後又對上面那些爆量的資訊感到焦慮 不知道什麼才是對的,所以只好照單全收 或是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判斷 這種由於不確定什麼才是事實 於是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 就是後真相的概念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有太多的假新聞會干擾大眾的判斷力 所以資訊爆炸的時代可能就是後真相的時代 但糟糕的是後真相會加深人的偏見 甚至讓人開始拒絕相信事實 偏偏這些聳動的東西又比真相還要更引人注目 所以如果這些假訊息的內容剛好正對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那我就有更高的可能會相信甚至轉發 換句話說,偏見或意識形態比較強烈的人 就更有可能會轉貼內容不實的訊息與新聞 說到這裡,我們知道假新聞會這麼多 其實並不是因為網路發達 而是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點缺陷 所以假新聞才會無孔不入 聽起來實在是有點無解又有點絕望喔! 在這個看似回不去的後真相時代 難道我們真的只能投降了嗎? 研究一波之後 我們覺得這件事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處理 第一個層面是接觸這個訊息的當下 我們可以謹記快查證別傳播幫澄清的原則 那要怎麼查證? 我們下方的資訊欄有提供很多參考的資料 這邊就不再贅述 請大家一定要去點來看看喔! 至於第二個層面則是要從根源來解決這個問題 剛剛提到,太強烈的偏見或意識形態 會讓人容易困在一個小圈子內而不自覺 甚至是根本不在意自己轉貼的東西是不是真的 最後就變成了惡性循環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想辦法打破自己的統一層 培養願意傾聽不同觀點,並且樂於討論態度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芬恩巴赫教授曾做過一個研究 他要求原本政治立場堅定的人 去跟別人解釋為什麼自己支持的東西這麼讚 解釋完之後,這個人反而會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 並且對不同觀點的意見有更包容的態度 2015年科學期刊也有一個研究發現 比起保守派、臉書上的自由派使用者 其實更喜歡泡在自己的同溫層 拒絕點開相反陣營的帖文 除了這些之外,假新聞還牽涉到很多複雜的面向 今天我們主要解釋假新聞會氾濫的原因 其實是來自於人性的弱點,對資訊的恐懼 而前幾天我們也曾以哲學家米爾的觀點 來討論假新聞的言論自由爭議 還問大家是否支持政府立法禁止假新聞 那今天也讓我來揍揍自己的看法吧! 我覺得啦,只要有媒體就難免會有假新聞 所以這不可能不是一個什麼立法關個兩三天 就能夠完全解決的問題 重點應該是我們要如何視讀眼前的資訊 能不能意識到自己獲取的 傳遞的資訊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散播自己的價值觀呢? 還是要吸收薪資? 如果是要吸收薪資,那就更應該要意識到 其實閱讀新知並不等於就獲取了知識 因為如果眼前的東西是錯的 那盡信書還不如乾脆不要看書! 好的,最後也來問問大家 你有沒有什麼防治假新聞的妙招呢? 有在LINE上面破解謠言的經驗嗎? 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留言並分享給所有討厭假新聞的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每天七點 用七分鐘的時間跟大家聊聊 各式各樣有趣或重要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比!